- 下午三点钟,欢迎收看《七台论坛》,我是丁时分 台北股市呢,今天来说,碰上这个8月1号 农历算是鬼门开的第一天,农历传统是7月1号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被震了一下 不过还好在盘中过后稍微正常一些些跌幅收敛 最后在加卷解数部分是收到了9001点 刚刚好收回9000点关卡之上 在期货部分,最后下跌的幅度是下跌了79点 说在8933点 不过这行情接下来进入到鬼月中元节要到了 那后续来说,通常鬼月行情要怎么来看呢 评估一下到底接下来这一个月行情会怎么走 节目上我们先请到专家 请到是居然投过的分析师钟健安,战安哥好 好,师分好,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战安哥,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本来吓死大家了 因为跌的很重,重做百点以上 好久没看到这种跌法 很多人说是鬼月开第一天嘛 所以行情遇到鬼,但是还好 盘中就回稳了 那这怎么看呢,在今天行情部分来说 早盘为什么跌这么多 好的,就是三个字啊,看得贵了 我不要怎么 我没头发,不要说话 好啦,这个行情到底要怎么看 我相信很多人一开盘的时候就傻眼了 然后完之后拉起来的时候更傻眼 就说没有方向性了,对不对 好,那今天江老师解盘给你听哦 你真的要认真听哦 你如果没有认真听的话 我告诉你,那个鬼门开嘛,对不对 要怎么办 他就躲在家里就好,不要乱跑 好,来,这时候行情要怎么看 还是要属于自己的见解 我的看法很简单 这几天江老师又跟你讲说 区间,区间,还是区间,对不对 因为他没有带量突破 他也没有带量跌破 所以他就是个区间 所以行情真的要属于自己的看法 你做起来,你才不会乱的套 了解吗 你想一件事情 在区间的上演,你去追多 然后晚了之后跟你讲说 外资买很多,那个多单很多 结果呢,今天一开盘 一打下来,跌了100点 然后又停损在最低点 那不是情何以堪了,对不对 所以区间还是区间 所以行情真的要属于自己的看法 江老师跟你分享过的 就是摩台结算后 盛防外资大幅度的甩轿 江老师不要没有下错,对不对 你没发现这阵子真的很甩很甩 那江老师就不念数字了 因为江老师有跟你分享过 其实这就是怎样 就是外资买超的边际效益 越来越弱的原因 了解,好,那这个时候就带过 那江老师有跟你分享过 如果行情有可能是 极有可能成为一个震荡高 因为昨天江老师有秀工具给你看 其实已经出现了三次的乖离讯号 那这三次的乖离讯号 其实就以实质来看 它就是一个盘整盘 它就是一个震荡高手盘 事实上真的就是如此,对不对 江老师也没有三头六倍 你说,江老师你真准的 没有啦,这个不是准不准,好不好 江老师只是贴着盘面告诉你而已 工具告诉我什么 我就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逻辑是什么 了解,总不能说我的工具说要做多 结果我就放空 不对啊,看得快啊,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工具 所以工具做多,我们就做多 工具认为现在是一个怪力讯号的震荡高手盘 我们就做区间 那如果蓝K棒我们就做空 了解,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行情真的只有可能成为震荡高手盘 那昨天是不是跟你讲多空加战的点位 昨天收完盘是9015 你会发现这几天连续 今天不算,今天不算 连续这四天五天全部都在9016 打到快要天分地暗了 我根本就没有叉叉嘛 就是直接公布了,对不对 9016直接告诉你 结果昨天也是收在9016 完了结果不行就掉下来了 那掉下来不要忘记了 就往哪里走了 就往八月份的法人换仓成本 我们的学员都知道 那肩膀老师有没有 也缩溜嘴 有一天肩膀老师缩溜嘴 好啦,自己看 YouTube一条出来看 你就知道要收他一对了,了解 所以现在是从区间的上温 往区间的下温跑 所以你要做多少做空 很明显嘛 你要做短多短空 肩膀老师都没有意见 但是请你记得 现在是由上温往下温走 所以我们来看一次 给你看一下 我还是赶快地把这个 大盘就不用解太多 因为毕竟都是还在横盘 整理盘 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加全指数的一个走法 我的看法还是一样 我直接把它图画一画 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会比较有感觉 来,就是加全指数的一个日线组 我认为还是在 八千八百点到九千一百点区间震荡 那今天老师有跟你分享过 区间的上温就是偏空 对不对 做短空下来的时候 区间的下温你就做短多 区间的上温就是做短空 你就把tempo调成这样就好了 什么时候带量突破 什么时候带量跌破 再说不就是这样 那今天老师有跟你说过 就以时间来看 我能够预想得到的 我讲的是最晚的时间 最晚的时间就是8月15号 因为8月15号要把所有的财报都公布 了解好 所以最晚就是8月15号 那会不会提前有可能 那就贴着盘面就好了 了解好 所以行情就是这样子 好,那另外一个 我必须要跟你解一个东西 说像今天是不是开 有点开低走低 然后再拉起来 然后全市场就 这个特动啊 这看见外资应该是大买特买了 完了又要往上攻了 是这样吗 来,我让你看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想要请那个摄影大哥 帮我take一下手板 来,我看得到吗 看出有点吗 你猜错了 对不对,有吗 没有 对,全部都在卖 要是有事因啊 外资也卖 资源也卖 自营商也卖 结果我们竟然也可以 可以开低走高 对不对 所以这不是看得到鬼没错 这个就是鬼门开 这个被好兄弟买走了 看得到怎么 怎么办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空盘手就是这样 Hello Kitty就是这样 你明明知道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越高档的时候 Hello Kitty就一直压一直压 真的掉下来的时候也没有 Hello Kitty又把它买上去 所以我也不知道 这个到底要玩到什么时候啊 从之前的Hello Kitty 已经玩到现在的丁丁了 你知道我们已经换改造换代了 已经从蓝色的换成绿色了 可以让人好心好乡的对不对 可以让人这样一只 比较爽快 要去的时候比较爽快 要热的时候也比较爽快 不要卡在这里了好不好 到底是谁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你要讲 很多人问我说Hello Kitty是谁 Doraemon也可以啦 丁丁也可以啦 就是谁 看不见的手我怎么知道是谁 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去告关了 但是如果我告关的话 应该会被骑去喝咖啡 然后晚上就明天就消失在电视上 好啦 你知道这样已经讲了也名了 对不对 不要再逼我说到底是谁了 好 所以行情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就不讲了 所以很明显对不对 其实外资他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困扰 买上去他又不让它涨 真的想要卖操的时候 你又不让它跌 到底你要怎样你告诉我 你干脆就弄一个数字让我们 每天那9000点上下晃好了 晃到年底算了 是这样吗 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我要表达来的是什么 你就不要让外资亚共 真的外资亚共 每次你就空盘都空成这样 外资抓狂的时候 卖出来的时候 那个力道也会很强 但是不管他 反正现在还没有那个现象 就是区间来看 9100到8800 300点区间震荡 那现在是从9100往8800移动 我再讲一遍 它是从9100往8800移动 你要做短空要多空 很明显你要做短空才对 所以破断这样子做就可以了 好 所以行情就解到这个地方 其实没什么好解 花7分钟就可以了 好 那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当冲 我觉得今天的当冲 要好好的学习一下 这时候我要考一下 比起来聪明的四分 师妹你知道吗 我们10点下班这样的一个 一个教学模式已经进行多久 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印象 两个多礼拜 两个多礼拜 两个多礼拜对不对 很好 10分的10周 你可能是住在木星 木星的一天 它还地球的两天 是木星的一天 不是 11个礼拜了 11个礼拜 对 很快对不对 这不才正的11天 没错 其实已经讲了11个礼拜 已经两个月 从5月份的月底 一路讲到现在是8月的月初 所以已经讲了两个月 11个礼拜了 告诉你用正确的方法 已经11个礼拜 你每天都在看 这11个礼拜你有空的话 你去YouTube影片 把它找出来看 你会发现 我们的学员真的越表现越来越好 今天建议老师要跟你分享 为什么学员 他慢慢慢慢在改变他的教育行为 那改变教育行为之后 改变完了最后的交易结果 就越来越好 为什么 来我跟你分享 来 就是今天的一个日内走势图 来 今天的高点9972 今天的低点8861 高低加差 一样超过100点 对不对 那最精彩的 当然就是10点以前 完了10点以后 就是很闷了 因为盘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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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到真的是很无聊 对不对 所以10点之前 好好把握就好了 所以教老师告诉你的方法 是不是很好用 对不对 10点之前下班就好了 不要想太多 来 拉回来 我们在做东西 我们在做东西 你就不要关于美元指数 什么石油 什么美国 你不要插蜜 那贴着盘变就可以了 江老师真的可以贴着盘变吗 我们的学员真的可以贴着盘变吗 来 我让你看 看完之后你就知道 我们的学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真的很棒 来 我们看一下 就是台子期的5分钟的K棒 江老师有跟你分享过 每一天只要运用5分钟的K棒 5分钟的K棒 然后每天只做10点以前 或者是12点半以后 那每天只有两次的K棒 只有两次的生命 那个玛丽兄弟只有两次而已 死掉就没有了 了解好 那开盘在这个位置 好 10点在这个位置 所以很明显 在这个地方杀下来的过程中 第三根就出现了一个乖离讯号 有没有看到乖离讯号 有没有 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学员真的越来越厉害了 你知道吗 来拉回来 等一下我让你看一下 盘中教学你的样子 你知道真的快要跟江老师一样 可以当分析师了 真的 因为他们都知道工具出现什么 要做什么动作 赞 真的给你们1000个赞都不够 真的是这样 所以你们慢慢慢慢你的行为 被江老师的一个工具制约了 这就是好事 其实这就是守纪律 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 所以一开盘的时候 当然是要做短空 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 这个短空下来 也是有五六十点的价差 但是不是说一定吃得到 只是告诉你说 有五六十点的价差让你去做 那完之后拉起来的过程当中 更不用讲了 拉了快要100点 那我们在10点之前 拉个六七十点 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第一趟你可以做多 第二趟你可以做 对不起 第一趟你可以做空 第二趟你可以做多 因为为什么 从乖离讯号开始就拉起来 那你先想一些事情 你会发现空方空盘的力道 从乖离讯号完之后 就慢慢拉起来 那更遑论大户做多了 对不对 没有错吧 那散户今天有跟到单 今天散户真的有跟到单 OK啦 有时候散户总是也要展现出 很会操作的一个感觉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会不会怎么做 第一笔当然一定是先空 遇到乖离讯号之后 拉起来的过程当中做多 对不对 所以乖离讯号它就是一个转折点 所以一趟空一趟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血缘做什么动作 刚开始的时候会比较扯 对不对 好来 在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血缘真的超快的 Super快的 CWW这个血缘 第一笔小台试单 8921做空 8895平章 8.5是三分 有金吗 卡帐有欠吗 有 你还在那边看 看什么 快进快出 顺着K棒的颜色就好了 我们拉回来 你知道吗 当你没有工具的时候 你会想说 不然我再等一会 这看起来 日本韩国无三共 不然我等线货开了 那线货开的时候 就开始要看台积电怎么开 那个大力光怎么开 那个红海 那个什么联发科 对不对 你看这个有效吗 你看一下 我们的血缘8.53分 吃了就走了 我不是跟你讲过吗 当冲就是人工盘 人工盘就快进快出就好了 不要想那么多 贴着盘面就好了 了解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第一笔就正确了 好 完了之后 来95做空了 这个YFZ这个血缘 95做空了 80平掉 第一笔也下车了 9.02分 好 然后完了之后 江老师有 很多人说 刚开始的时候不会做 对不对 大家都很棒 谁规定一定要天天出手 找不到出手点就不要乱动 来 你们想想 来江老师跟你分享 为什么要跟你分享这句话 来 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 可以帮我take一下上面吗 好 大家都很棒 没有人规定一定要天天出手 为什么你知道吗 找不到出手点就不要乱动 你看 你们想一想 你们真的都有贴着盘面 蓝K棒出现真的是要空 但是乖离出现的时候 又顶住了 但是空方空盘 又要空 但是大户又做多了 这不就是没有方向 所以你如果不出手也OK 是对的 是对的 但是我们的学员 看到乖离讯号之后 开始往上拉了 对不对 哇这个卡锤 今天好美 来继续往下看 来 接下来 WMY这个学员 8869 by 8875 sell 小赚 对不对 我们继续往下看 来 往下看 来 看一下我们的学员表现得多好 我们就直接看这个红色箭头就可以了 好 这个学员 你看 FJJ这个学员 9E做多的 03频调 好 CWY这个学员 有没有8910做多的8929频调 你看8910还敢做多 8910还敢做多 来拉回来 如果你没有工具8910你敢做多吗 钱老师 他要100点起来 他要780点 做得这么好 好 够恐怖 坚坚坚坚坚 有没有 你没有发现 我们的学员在做什么动作 我等一下跟你讲 为什么要有盘中教学员 因为有盘中教学员 你才敢出手 你想一件事情 我等一下再跟你讲 这个很重要 不要只是看说 钱老师 每天都在做什么 我要跟你说 背后的逻辑 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我要跟你分享的是这个东西 来 我们继续往下看 JYT这个学员 8880做多的8923频调 你看赚了43点的价差 那这个CJJ的学员 他是在8883做多的 然后8933频调 赚了50点下班 所以很多人都说 钱老师 你这个学员赚2点5点 眼睛看大一点 这个50点 这不是我赚的 这是我们学员赚的 所以很多东西是 你要慢慢来 大家来 不要急 等你学顺了 你自然而然 点数就拉大了 来8924做多了 8936平常 然后27进的40平常 你看已经到27还敢做多 你看 8877做多的8940平常 这个赚了快要64点的一个价差 然后26做多的46把它平掉 小银 谢谢老师 其实不用谢谢江老师 真的 我常说过 拉回来 不要谢江老师 那是你们的福报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想一件事情 场上每个人都在运用江老师的工具 那请问一下 每个人如果运用工具 你不守机率赚得到钱吗 所以不是我的问题 是你自己的问题 所以你自己有福报 你愿意听江老师的劝 你个字会改变了 你这个想法改变了 你行为就会改变 你自然而然就钱就赚起来 所以不需要去 谢谢江老师 真的真的是这样 好 那完了之后 如果没有做到也没关系 最后一个学员 来我们看一下 来 这个学员是16做多了 37把它平掉 16做多了 37平掉 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有赚到了 没赚到都没关系 今天如果没做到也没关系 等明天来就好了 快10点了 记得缩手 大家都表现得很棒 有没有捞到钱都是其次 重点是你们真的有贴着盘面坐 这个才是重点 什么叫贴着盘面坐 当你还在争论多空的时候 我们的学员10点就下班了 这样了解我 就下车了你知道吗 这个才是重点 而不是说他在这点 这是要做回来做空 欧白看不下 钱也没捞到 时间又过了 干嘛那么辛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学员要做多 为什么学员要做空 答案在这个地方 你们有没有发现 第一笔单是要空下来 因为蓝K棒 但是遇到乖离讯号的时候 要做多上去 所以第一笔是空 第二笔是多 再配上空方空盘 转成多方空盘 再配上大户做多 那今天散户有跟到 还不错 最起码散户也有跟到钱 所以了解了没有 所以操作期货跟操作股票 真的没有很困难 你不要把它想到很困难 那刚刚江老师有说过 要跟大家分享 已经11个礼拜了 真的 我告诉你 时间过很近 你没人不记得 2016年已经过 七五月去了 现在是八月分 你已经整个过门开了 你去回想一下 2016年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不是每一次过年的时候 都会写新年新目标吗 你有没有写新目标 已经七五月过了 你有改变吗 你如果没有改变 到底原因是什么 那江老师要跟你分享 所以我跟你分享 为什么要跟你聊这个东西 来我们回想一下 之前江老师 为什么要讲 十点下班的一个道理 是不是要告诉大家 我要找回你交易的热情 对不对 江老师要找回你交易的热情 因为那时候就好难做 然后盘中教学 你的气氛真的好烂 江老师你真的带得很烂 那我说好 没关系 我来改变 为什么 我就说 我一定可以想办法改变 所以我就是要找回 你交易的热情 经过了十一个礼拜 江老师应该有刷子 对不对 而且是有两把 对不对 不是只有一把而已 是两把刷子 对不对 你会发现 整个盘中教学 你的气氛都不一样了 很多学员都说 江老师 最近盘中教育 以前的气氛 真的改变得很好 对就是这样 赚到钱 方向感觉就不一样 所以我要让你 找回交易的热情 那我不是告诉大家吗 你只要看懂 跟B种交易法 你只要看懂 价量关系 就可以了 经过了十一个礼拜 经过了十一个礼拜 透过盘中教学 请问一下 我又没有找回 你交易的热情 应该多多少少有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跟上了 没关系 慢慢来就好了 慢慢来就好了 那为什么要 透过盘中教学 来我跟你分享 这个很重要 其实我们在 做交易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知道 江老师 那个开低走高 要做最多 会怕怕 我都会怕 那你知道你在怕什么 这家 这是你的心魔 对不对 每一天你做多你也害怕 你做空也害怕 你不做你也害怕 这就是你的心魔 其实说穿的就是这句话 你在怕嘛 你在怕东怕西的 怕弄进去之后 如果扣下去 如果怕扣下去之后 待会再扣下去之后 待会国安基金 如果倒下之后 如果外资又来买之后 你都想这个 你那种就很怕 你知道为什么要盘中教学 你知道了吧 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假设你运用工具 你在盘中教学语里面 这个学长赚了 运用工具 这个学长做多 赚了15点 这个学姐运用工具 也赚了20点 这个学姐 这个学姐 小王小张 每个人都做多了 请问一下 你又没有胆子去做多了 你最起码进场 吃个5点出来 总可以吧 这样了解吗 这样有没有改变 你的心魔了 有了 江老师你这样讲 有道理 对 不然我这11个礼拜在干嘛 我这11个礼拜是在玩吗 我不就是要告诉你 透过盘中教学 就是要告诉大家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大电视 透过盘中教学 就是要告诉大家什么 克服你的心魔 我知道你会怕 所以我才要运用正确的方法 来帮助你克服心魔 而不是跟你讲说 你这扛 这扛 这扛 我跟你讲 如果假设我要这样子 演给你看的话 我演得比你还凶 下来我也可以500点 上去我也可以1000点 但是问题是什么 你赚不到没有用 是你的 是我们的学员 要赚得到才有用 而不是 看老师在那边 去一千五 下来八百 整个千点都赚 不对 了解吗 是我们的学员 要真的赚到钱 请问一下 这11个礼拜 江老师应该没有白费吧 对不对 这11个礼拜 我也没有教会 你看懂这两个关系 了解吗 所以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东西 其实目的就只有一个 如果你的方法不对 就请你退场观望 跟你分享这句话 不要去等明天 也不要相信永远 你所能做的就是眼前 也就是说 如果假设你的方法不对 请你退场观望 否则就是运用正确的方法 想不想运用正确的方法 你决定 运用K-Bike的颜色 就可以帮助你判断多空了 对 好 这在今天行情部分 那当然筹码呢 刚才嘉英哥 特别在我们看过 在现货部分来说 那现在来说 外资小卖 这要怎么来解读呢 这算严重吗 还是说其实整体来说 行情的这个筹码 其实还是不用太担心 好的 这时候就我们没赶了 除了现货 也要看以外 我们来看一下 期货跟选择权 来 我们看一下 来 外资的部分 三大百人总共是卖超 结果今天可以开地走高 所以很明显是 Hello Kitty在控盘 好 那就不管它了 那多单的部分 卖不下去 那当然就又抛了多单回来 2000多口 但是你不要太开心 为什么 来 我们看一下选择权的一个部分 其实它是不有空单 所以总共加减减的话 是超过六万口 这是中高水位 这是中心偏空 那普攻人球的部分 开始越来越小了 从原本的1.15 变成1.14 今天又拉到1.11 虽然一个中心偏多 但是数字越来越小 好 当时Hello Kitty 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今天杀下来的过程当中 还是留有空单 18 负18.3 所以我认为 它应该还是在继续压盘 我认为它还是在继续压盘 那当然最重要的 我们还是要看K棒的颜色 K棒的颜色 才是判断夺空的衣柜 来 答案揭晓 一家 有看到吗 插一丝丝丝了 今天有跌破点点了 所以为什么跟你讲说 乖离讯号 你真的要尊重它一下下 了解 所以行情就是9100到8800区间 9100到8800区间 所以不要忘记了 乖离讯号 你真的要尊重一下 所以第二阶段 这样是就把大盘日线期K棒 跟你做交代 好 至于在今天选股当中 又有哪批赛马送出去了吗 这样一个 好的 这时候 这个赛马 感觉那不是很乖 为什么 来 36版本的一个赛马 今天真的没有冲出去 然后所有的赛马都在这个地方 我认为既然行情 它现在有可能回档 当然我们就去找一个 更强的一个股票 所以今天江老师 把36版本的赛马 全部公开给你看 全部都在这边 这次都是江老师选的 东洋也好 台湾也好 智邦也好 维西 美绿 信邦 一大堆 为什么要公开给你看 当然就是江老师 今天晚上 我就会去重新选择 我会去选37版本的赛马 领路 更符合现在盘面的一个结构 更符合现在盘面的结构 你想一件事情 今天大板在跌 连金测 七百几块 八百几块 我讲错了 是八百多块 金测 拉上去涨停板 你想一件事情 如果假设现在不是一个 做股票的多方趋势 请问一下 那些人敢拉吗 了解 所以江老师会重新改版 所以明天8点45分之前 我们的学员就会拿到 37版本的一个赛马理论 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上车了 其实都还来了几 重点是你的动作 你的观念你要改变 如果你的动作没有改变的话 江老师就真的帮不到你了 所以不要去等明天 也不要去相信永远 你所能做的就是眼前 也就是说把握当下 如果假设你现在当下的一个方法 是赚不到钱的 你就不要做了 否则的话就运用正确的方法 运用K棒的颜色不就得了吗 了解 所以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真的记下心来想一下 是不是应该运用K棒的颜色 来帮助你判断多空 打一通电话 线上的助理人员会告诉你 K棒的颜色怎么取得 对 好 这在监选我的部分来说 那当然下段节目回来 还有更多的当冲技巧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盘式应对 一步错步步错 以退为进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 2506 6808 2506 6808 老爸 车子又坏了 老爸总是全力以赴 该帮他减轻负担了 Lanew飞弹系列手风鞋 轻量40% 双密度大抵 舒适轻弹每一步 还有满额毫里五选一 Lanew 保济堂出名 金门一条跟 贴布按摩霜 居城市热带中 K-0-Go全新服务上线 等我就送888 消费满千 再抽18888 同一间现折现底赚翻天 很多优惠尽在店店高 香蕉的花蕊 可以让男性宝剑事半功倍 添加多种营养精华 男性活力抱剑首选 更荣获瑞十八名奖金牌肯定 健康生活自在无忧 快搜寻香蕉雄蕊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盘式应对 已步错步步错 以退为进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2506-6808 2506-6808 来自公园院实验室 顶尖技术 天然萃取 不含西药成分 有效法肝复活 快速见效 效果满意 法汪汪洗发精 精华液 男女试用 康世美 奇末超级商城 及电电购 热烈抢购中 上下一期洗 双倍好效率 进化革命 LG TwinWatch 双能洗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盘式应对 已步错步步错 已退为进 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2506-6808 2506-6808 欢迎回到旗海论坛 今天来说张冲要怎么来掌握呢 因为今天其实感觉 这个行情就分上半场跟下半场 所以今天的当中技巧 要如何操作 把剩下一个简单格 好的 其实有时候 我真的要臭屁一下 真的 有时候 其实我是一个不臭屁的分析师 张老师跟你规划 为什么十点之前 你们刚刚我们在 昂进入之前 十点 后面就停住了 就停住 你在那边干嘛 你四个小时在干嘛 你准备在睡觉好了 所以很多东西是 你把每一天 我讲的是几率 不是每一天都一定这样子走 但是就是十点之前 你只要好好把握就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 台子齐了五分钟可以办 开盘在这个位置 好 十点在这个位置 所以下来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做扣 但是遇到乖离讯号 拉上去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做多 今天就两趟 一空一多 就这么简单 那江老师就不秀盘中教学 刚刚江老师已经秀给你看了 好 最重要的 今天晚上 如果你睡不着 每股盯一下 除了每股以外 多空交战的点位 先深呼吸一下 没有看到那么低 来 我跟你分享 多空交战的点位很重要 这个数字是 8800 X12点 江老师 你有没有打错 没有打错 的确是88X2 所以这个数字你一定要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我跟你说 你明天就不用做了 了解吗 所以不要先洗掉 去聊天就住了 对 好 各位黄金分析 明天同事先锁定我们的节目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